力挽狂澜,修道者的决心 魔道是力日益猖獗,正道修士节节败退,天下苍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年轻的友志修道者理清决心要扭转乾坤,挽救正道于危难之中 他是否能在群魔乱舞中找到一条出路,并最终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年轻的修道者理清静坐在山门前的石阶上,双手合十,闭目沉思 自小便立志修行正道的他,如今面临着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数十年来,魔道势力不断壮大,正道修士在一场场血战中损失惨重 整个修真界仿佛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中 李清出生于一个小派,虽然资质平庸,但他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终于在几年前进入了修行的关键阶段 然而,就在他准备闭关突破之际,派中的长老突然召见了他,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魔道的大举进攻已经破在眉睫,门派即将面临存亡之战 李清,你是我派年轻一代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此次魔道来势汹汹,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正道门,希望你能随我们一同前往,共同抵御魔道 长老语众心长地说道 李清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他从小在门派中成长,对这里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他不忍心看到门派毁于魔道之手,决心参与这场关乎正道生死存亡的战斗 于是,李清跟随门派长老来到了正道门的主峰,这里聚集了各大门派的精英修士 盟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修士,他的神情严肃,目光中透露出无尽的担忧 魔道势力来势汹汹,我们正道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抵御 盟主开口道,但要想真正挽回颓势,我们需要有人能够突破现有的境界,成为引领正道的旗帜 听到这里,李清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斗志 他知道,这场战争将不仅仅是力量的对决,更是意志和信念的较量 而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正道 在随后的数月中,李清投身于正道门的修行与作战训练中 白天,他与其他修士一同讨论战术 夜晚,他则独自修炼,不断推动自己的修为进步 他明白,只有变得更强,才能在这场战争中真正有所作为 终于,正道与魔道的决战之日来临 战场上,魔道修士如潮水般涌来 而正道修士则以钢铁般的意志进行顽强抵抗 李清手持长剑,与魔道修士激烈厮杀 他的剑法越发精湛,剑气纵横,将一个个魔道修士斩于剑下 然而,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正道的修士们渐渐力不从心 防线不断后退 就在这时,一名魔道的顶尖强者出现在战场中央 带着一股恐怖的力量,试图将正道的最后防线彻底击溃 李清深知,这一战将决定正道的命运 他毅然决定站出来,与这名强者进行生死对决 两人刀光剑影,激烈的战斗令天地未知变色 李清的剑法在这场战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的每一剑都蕴含着正道的信念与决心 最终,在燃烧了全部的灵力后 李清成功将魔道强者斩于剑下 然而,他自己也因力竭而倒下,濒临死亡 在他意识模糊之际,盟主带领着正道修士们冲上前来 成功夺回了战场的控制 李清被送回正道盟,在修士们的治疗下勉强保住了性命 但他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 李清的英勇士机迅速传遍了修真界 他成为了正道的象征 激励着无数修士投身于对抗魔道的战斗中 他没有停止修行,反而更加努力 因为他深知,未来的战斗将更加残酷 而他要做的,就是成为那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守护正道的光明未来 结语 在这场正邪之战中 李清用他的勇气和决心改变了整个修真界的命运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只要心中有信念 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并且有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很想象征 在黑暗中 因为资格 还是一个大灵 我们真的偵 안될